通过老师的介绍 相信小朋友们对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亭台楼阁 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中台作为最古老的园林建筑形式之一 凭借四方高尔台的优势 不仅可以眺望风景 更是被古人用作操练兵式的重要场地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以山为台的徐州第一圣祭 戏马台 戏马台位于江苏徐州 是为了纪念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项羽而修建的 在公元前206年 27岁的项羽推翻了暴秦的统治 自立为西楚霸王 定都盆城号令诸侯 这是项羽定都之后 在闲暇时光观看将士操练无异 戏马取乐的地方 那么戏马台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相信大家对此一定充满了好奇和疑问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小助手 他和同学们一样对戏马台充满了好奇和疑问 小季老师好小周老师好小助手好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小助手接下来我们就和小助手一起去认识一下戏马台吧 这是通往戏马台的台阶你知道一共有多少集吗 不知道 那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 好呀 小季老师原来是三十一级台阶啊 可是为什么是三十一级台阶呢 其实这三十一级台阶表示项羽当时三十一岁 冰拜乌江伐剑自吻 小季老师 我看顺门里面也有台阶 那顺门里的台阶是不是也和项羽有关系啊 嗯没错 赛门里的台阶进入了项羽一生从胜到衰 直至最后穷途没落各个阶段的关键事件 没事 没错 冷 就挺快 了